地点是阿尔吉尔码头 今天奉合日历游客如知 看似和遗忘的日子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这里即将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目标就是这艘满载游客的杜伦 有刚刚休假的海军士兵 有天真可爱的孩子 有忙碌的男人女人 还有意外掉落的洋娃娃 没有人意识到灾难即将到来 杜伦的最底层 一辆红色野马轿车里堆满了炸弹 随着一声巨响 杜伦瞬间变成火球 只有为数不多的乘客幸存 其他500多人全部死亡 码头上哀嚎生一片 救护车 警察和军队立刻实施救援 可是打捞回来的只有满地的尸体 凶手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袭击无辜的人群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故事有点科幻 和普通的悬疑片不太一样 它是靠穿越技术来寻找凶手的 名字叫《时空线索》 故事的男主叫道哥 是隶属于烟酒枪支爆炸物管理局的 优秀探员 有着非同常人的洞察力 他的任务就是调查爆炸的起因 满地的尸体和痛哭的人群 让人感同身受 仔细观察了一圈 他就有所发现 在众多零碎的垃圾里 有电子雷管的碎片 紧接着 他又在无人关注的大桥底下 找到了萧酸安的残留物 因为萧酸安溶于水 河里的爆炸碎片上 不会有任何痕迹 只有烟熏过的大桥底下才有 很快他就得出结论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爆炸事故 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于是他立刻向现场负责人汇报 而此时的一帮领导 还没有任何头绪 听他这么一说 领导们才找到工作重点 只能说道哥不愧是道哥 紧接着 他又调取了附近大桥上的监控 因为他推测 恐怖分子一定会在附近观察 大桥上就是最佳的观测地点 看得清还跑得快 果然 监控里有一个骑着机车的可疑人物 爆炸案发生在10点50分 这个人提前三分钟 就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但是录像十分模糊 仅凭这点有限的线索 完全找不到侦查的方向 很快又一通电话吸引了道哥的注意 当地治安官请他处理一具 飘到下游的烧焦的女尸 道哥还以为是爆炸案的死者 就随口问了一下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治安官说 尸体被发现是10点42分 竟然比爆炸案早了8分钟 以道哥多年办案的直觉 他觉得那女尸肯定有问题 经过初步检查 这是一个黑人美女 半截身子被烧伤 右手指全被剪断 嘴上还有交代的痕迹 很显然 美女死前遭遇过绑架 假如这起谋杀案和爆炸案无关 这个美女是怎么被烧伤 又凑巧被丢进盒里的 而且还是大早上抛尸 天底下几乎没有这样的巧合 所以道哥推测 这可能是凶手 企图把美女伪装成爆炸案的死者 假如这个推论成立 伤害美女的凶手 极有可能和杜伦爆炸案是同一个人 于是很快 他就查到了美女的身份和地址 美女叫克莱尔 独居 家里的冰箱上 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你可以救她 旁边贴着一则 售卖二手车的信息 红色野马 厨房里有很多血迹 还有带血的纱布 说明美女必然经历过危险 另外 电话的留言里竟然有一通 是他自己的 道哥忽然想起 昨天刚到犯罪现场时 局里的同事就给他留过口信 直到下午看监控之时 他才回信 也就是说 美女在临死之前 打电话找过自己 俩人素未谋面 美女为什么要找他呢 当天晚上 他就决定把这一切向上级汇报 此时一帮领导 已经模拟出了 杜伦爆炸的模型 并推断出 爆炸的来源是一辆红色 或者褐色的轿车 但是还没有任何调查的方向 正好道哥把自己的调查情况 全盘拖出 说美女绑架案的凶手 就是炸毁杜伦的元凶 那个美女也有一辆红色野马失踪 只要侦破美女绑架案 就能找到恐怖分子 一帮领导听完 当场就震惊了 这家伙的长按能力 竟然如此犀利 临走之时 道哥发现旁边有自己好友 拉里的车 顺便就问拉里在哪 结果领导表示很抱歉 这些都是死难者的车 也就是说 他的好朋友也在爆炸中死了 道哥心里很不适滋味 正好一个戴眼镜的领导 看中了他的能力 邀请他加入一个特别的调查小组 为了给好朋友报仇 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 这个调查小组呢 用的是政府最新研究出来的 量子高科技 可以用巨大的能量 穿透时空 搭建一座时空之桥 并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手段 看见四天半之前 发生的任何事情 总之这种技术非常厉害 有点像监控 但又比监控牛批 能全方位无死角的 看见监控范围内 任何地点的画面和声音 不过他也有一个弊端 同一个时间 他只能看一个地点 且因为数据流过大 只能播放一遍 找不到凶手 就再也看不见了 现在这个小组的难题就在这 只能盯着动轮上 来来往往的游客 想从里边找到可疑的人 但这根本行不通 因为就算凶手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认不出来 而且很可能 凶手当时就不在船上 道哥对这个技术相当的新奇 立刻提出 只要监视那个美女克莱尔 肯定就能找到凶手 于是这帮人半信半疑地 注视着美女的一举一动 就连吃饭洗澡换衣服 都看得清清楚楚 结果看得越多 道哥就越被那个女人的气质吸引 心里竟然生出了 莫名其妙的情愫 同时 他还接到了一通古怪的电话 同事们说 之前他去美女家里调查 弄得到处都是指纹 可问题是 他全程都戴着手套 怎么会留下指纹呢 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 美女的生活明明只出现在屏幕上 可是克莱尔本人竟然有第六感应 感觉有人在暗中监视他 终于在第二天晚上 克莱尔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一个愿意买他车的陌生人 并约好了明天去他家里看车 道哥立刻判断 这个买车人就是凶手 于是通过电话记录 查到来电是一部公用电话 在通过电话亭周围的监控录像 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凶手呢 调查小组纷纷表示怀疑 只有道哥细心的发现 那人手边有一个特别的背包 于是马上和码头上所有的监控录像比对 发现这个包的确出现在码头上过 还是在爆炸前两天的晚上 案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无疑了 再有七个小时 他们只要监视着码头 坐等凶手出现 那么就能确定凶手的身份 然后实施抓捕 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道哥和眼镜哥闲聊着实 说虽然能抓到凶手 但是还有那么多人会死 难道就不能阻止这个惨剧吗 眼镜哥也很唏嘘 表示人生就是这样 该来的会来 该走的会走 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命运真的不能改变吗 道哥心里早就对那个时光回溯机 产生了怀疑 因为克莱尔能感应到有人监视 这是不是证明 他们正在影响的过去 于是他悄悄用红外线灯 照射那个屏幕 结果那灯光居然穿透了时空 照到了克莱尔的房间里 整个基地瞬间停电 道哥当场就震惊了 光线居然能穿越到四天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帮科学家见瞒不过去 这才给道哥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不单单是一部 能看到过去的机器 还是一部能折叠空间的时光机 只是技术还不成熟 只能把一些小东西传送到过去 这个时间窗口 也是偶然间获得的副产品 听完这个 道哥更生气了 既然能穿小东西 那为什么不传个纸条 告诉过去的人凶手是谁 只要抓住凶手 不就能拯救那些无辜的人了吗 一帮人坐这还等什么呢 一个理科男马上解释 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 即便传了也和没传没什么分别 从物理学上来说 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也没有人这么做过 但是道哥非常不理解 既然没有做过 那事实不就知道了 他不是一个科学家 他只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现在既然有办法去救 为什么不去做呢 于是在道哥的强烈要求之下 他们写了一张纸条 传给两天前的道哥 让他提前去码头监视凶手 可是纸条确实是发过去了 结果阴差阳错 道哥当时离开了办公室 纸条正好被他的好朋友拉里发现 拉里当晚就开车 去码头监视凶手 可是连中了树枪被凶手打破 道哥看到了这一幕非常震惊 难道是他导致了拉里的死吗 他们立刻追查凶手的车辆 结果那辆车 马上就要开出时光机的监控范围 想要继续监视 必须动用监测车辆到范围之外追踪 于是道哥义不容辞 赶紧去追 经过一段非常惊险的道路追踪 道哥终于发现了凶手的老巢 他立刻拿上监视仪器进入院子 发现里面好像发生过爆炸 有辆救护车撞进了房子里 里面空无一人 而两天前发生的画面 正是凶手拖出他的好友 将其烧成了灰烬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 道哥觉得正是拉里射坏了凶手的轿车 所以凶手才盯上了克莱尔的车 也就是说他的纸条间接害死了拉里和克莱尔 为此他相当自责 不过通过这次追踪 他们有了凶手清晰的长相 通过大数据比对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的姓名和住址 并将其抓捕归案 凶手叫卡洛 对犯罪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曾多次入伍都被拒之门外 因此他憎恨政府仇视军队 感觉军队不让他加入是一大损失 他要用行动证明 他一个人就顶一个师 于是就描上了刚刚休假坐渡轮的海军士兵 他还把这种仇视情绪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自我催眠说 命运就是安排他这样证明自己的价值 任何阻止命运的行为都将死路一条 这个人其实就是个极端的疯子 杜伦爆炸案也就此盖棺定论 卡洛将被送上法庭 等待他的必然是死刑 可是就在领导准备解散特别小组之时 道哥提出了心底的疑问 案子就这么结了 是的 所有人都告诉他案子结束了 事实证明 就算传了这条 也没能改变命运 可是道哥不甘心 为什么不想办法再救一救呢 假如把自己传送回过去 能不能救回克莱尔 能不能救回那五百多人呢 当他再次回到克莱尔无理之时 看到冰箱上那句你可以救他的留言 突然感觉冥冥中似乎有种感应 他这才下定了决心 请求特别小组的李克南 把他传送回过去 可是李克南说 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任何活物 重复传送过 假如失败 那就是死 当然 这都没能阻止道哥 最终他坐进了时光机 回到了四天之前 传送的位置也是别出心裁 正是一个手术室的旁边 就算濒临死亡 也能被医生们给救回来 于是等他醒来 就立刻抢了一辆救护车和一把枪 前往凶手老窝 与此同时 卡洛正准备烧死绑来的克莱尔 克莱尔拼命反抗 抓伤了凶手的脸部 卡洛剑指甲里存有DNA 准备剪掉他的手指 关键时刻 道哥开着救护车 一头撞开大门 冲进屋子里面 阻止了卡洛 双方立刻爆发了枪战 道哥身受重伤 经过一番惊险的爆炸之后 凶手惊慌逃走 道哥真的救了克莱尔 他非常惊喜 认为自己改变了历史 于是赶紧安慰好美女 开张罪犯的车 准备将其送回家里 然后再去码头上救人 当然 在这里他还得清理伤口 顺便把冰箱上的字母 拼成你可以救他的字样 告诉未来的自己 可是当他简单清理完伤口 克莱尔却举着枪 叫他不要乱动 女孩不傻 怀疑他就是凶手 而且道哥表现的 对屋里的一切太熟悉了 道哥无奈 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 让女孩自己打电话 到局里确认 当他的同事描述完 道哥的长相 女孩这才放下警惕 相信道哥的警察 可是正因为这个电话 道哥瞬间不淡定了 他忽然想到 自己回过这个电话 再联想到那辆撞毁的救护车 克莱尔刚刚换上那条 死时穿的红裙子 以及垃圾桶里的血纱布 还有满屋子的指纹 他就穿越过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没有任何改变 那克莱尔是怎么死的呢 难道是留在家里 凶手又折返回来绑走的 为了一防万一 他把穿越的真相 告诉了克莱尔 决定带上他 一起去码头上救人 克莱尔表示非常震惊 不过还是选择相信道哥 此时的渡轮正准备开走 一群海军士兵 还有各种各样的乘客 天真可爱的孩子 掉落的洋娃娃 都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凶手卡洛刚刚放好了汽车 正准备逃走 道哥看见他之后的想法 也很简单 不能打草惊蛇 先拆完炸弹 再抓捕凶手 于是把克莱尔留在警卫旁边 自己置身上船 可是那个卡洛刚刚准备离开 结果看见自己的车 他担心计划失败 也立刻返回了船上 克莱尔见到凶手的身影折返 也马上跳到船上 去通知道哥 结果他到船上 只是帮了道忙 很不幸的再次遇到卡洛 直接被绑在了车里 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 因为假如他死在这辆车里 那肯定会被炸得尸骨无存 说明道哥准备带上克莱尔一起之时 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此时的卡洛 也被船上的警卫发现 双方立刻爆发了枪战 可是凶手火力太猛 所有警卫 都已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领了盒饭 就连主角道哥跑下来 也只能躲躲藏藏 不敢正面对抗 不过当他发现 克莱尔坐在驾驶室里 马上又勒一个大胆的想法 悄悄示意克莱尔启动车子 然后自己站出来 吸引卡洛的注意力 就这样 在男女主的密切配合之下 卡洛当场被撞成了饭盒 凶手终于浮足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警察也把他们当成了恐怖分子 包围了起来 此时汽车里的炸弹 还有一分钟就会引爆 这要怎么处理呢 和警察们解释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他们一脚油门 冲进了海里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道哥踹烂了玻璃 将克莱尔推了出去 而他自己却被翻滚的汽车 困在里面 再也没有出来 随着一声巨响 杜轮上五百多人全部兴臣 道哥终于救了所有人 克莱尔坐在那里痛哭出声 不为别的 只因为道哥舍命救了他两次 让他刻骨铭心 可是就在这时 一个新的道哥再次出现了 就像影片开头一样 他奉命过来查案 当他看见女主之时 感觉似曾相识 冥冥中好像有一股力量 在拉近彼此的距离 从女主看向他的眼神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美满的结局 故事到此结束 很多小伙伴看完 都不太明白 结局是怎么回事 道哥是不是从此 陷入了四天时间的循环 这个道哥 会不会也在四天后 穿越死掉呢 个人感觉应该不会 因为导演之前 安排了特别小组里 那个女科学家解释过 穿越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道哥的穿越 创造了平行空间 原来那个世界继续存在 还像河流一样继续前进 而那个世界里的男主 死了就没了 现在这个世界里的男主 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时空是唯一的 只要改变了过去 这世界就像一条河一样 改变了方向 原来的世界就会消失 而男主如果不被炸死的话 应该会和现在这个自己 同时存在 想要回去 他还得找那个时光机 而改变后的未来 所有人的记忆都会发生改变 就像曼德拉效应一样 人们的记忆里 会出现一种微妙的 似曾相识的感觉 导演给片子起的名字 就是法语的似曾相识 也就是说 导演倾向于 时空是唯一的 可是假如是唯一的 那前面他铺垫的各种线索 救护车和血迹之类的东西 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些线索都说明 男主不止穿越了一次 假如用平行空间来解释 才能解释得通 所以结局的答案非常明显 男主经历过无数次穿越 才侥幸找到了 救女主和所有人的办法 也就是说 导演本来想拍成一种 宿命论的唯一是空 却不小心拍成了平行世界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认为呢 有不一样的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是风君 我们下期再见